第十字幕,你看看 第十字幕,看下来,对不看 第十字幕,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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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高 70多度 像这种颗粒如果大家家里边养的有鸡鸭鹅养猪的话 这种颗粒非常的合适 既有青草的鲜味也有玉米的香味 而且里边还可以添加一些麸皮豆饼增加它的营养价值 比刚才那个草料明显要细得多了 这种效果用来养额应该就没问题了 把镜头推进让大家看一下实际加工效果 光线调一下 青四料颗粒上面的构树叶下边玉米粒 混合搅拌以后压着颗粒 让大家看一下成型效果如何 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开机 这种插出器变得下 好处就是运行非常平稳 而且出销速度非常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青四料颗粒效果是真的不错 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温度超 五十九度 六十度了 像这种颗粒是超级好的 回去直接养食鸡鸭盒就没问题 直接可以用了 这种颗粒的颗粒是超级好的 玉米粒的颜色 跟刚才的青四料颗粒颜色不太一样 这个是金黄色的 温度会更高一些 七十二度 七十三了 七十五度 七十六 这两种颗粒啊 我们现在已经加工好了 来大家做个对比 这个是玉米颗粒 金黄色的 这个是青四料颗粒 看着非常的漂亮 玉米颗粒的温度会更高一些 像这种颗粒 节感花生羊 稻草芦尾 还有这个麦节感 豆节感 哎呀 入料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的爽 然后现在我们把粉丝仓打开 让大家看一下钢板厚度和内部结构 这台机器啊 不是一台新的设备 经常关注我们的视频 应该都知道 我们有些经销商过来 还是我们平时拍视频用的比较多 这是钢板厚度 大家先看一下亮点在这里 耐不耐用就看它了 然后呢 草料经过输送带 进到粉碎仓以后 先经过这套压草滚轴 把草料几时以后 进到咱们那个炸草仓 炸草仓呢 有四把猛钢脆火刀 大钢刀在等着它 一共四把双面开刃的 把草料炸成一截一截的以后 然后进入咱们那个揉草仓 千尺大钢压 揉丝就全靠它了 四排移动的 下边还有三排固定的 全是这种带锯齿的猛钢刀 哎呀 非常的锋利 好 这个是花生鸯丁粒 我爱100 Did you give you a lot of look at cacao for a bit 很开心 颜色明显不一样 倍增添える perder Δ 这个三分饲料很快就加工完了 还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个是纯干的花生羊颗粒 非常的漂亮 然后光泽度也非常好 非常的均匀 这个是咱们压制的青饲料颗粒 玉米解干 揉丝粉碎以后添加的玉米粒 温度也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压制的纯玉米颗粒了 非常的香 也不知道大家这个颜色能不能对比出来